秘書長方定安說 基隆有非常優秀的山海特色 很喜歡基隆這個城市 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來到基隆服務 跟小愛爸爸謝國良 一起來讓基隆更好 現在在談這個都市發展也好 或都市自己也好 其實已經不再只是 受一個行政的界線來框架住 其實我們過去在台北市 我們也看看北北基陶 甚至擴大到北部區域 連宜蘭都可以加進來 我們從區域治理的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 各個城市本來就是 應該是分工合作 不是只有競爭 所以看到這個契機 有這個機會來到基隆服務 我們希望從北部區域的角度 來看各個城市的角色定位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也非常值得我們朝共同的目標去努力 那這幾年台北市在東區門戶 有一些成效 那我們希望未來在這個整個的產業鏈上 從基隆河谷著手 我們台北市從北投 四林 內湖 南港 這整個都是基隆河谷的下游 我們希望再往上 新北的細紙 再來就是我們的 八堵 七堵 六堵 五堵 這些都是基隆河谷 我們未來希望這個產業的軸代 也是可以彼此的分工合作 來創造我們北部區域的一個繁榮 再來在基隆有一項是台北市沒有的 有個基隆港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港 在過去基隆港大家也曾經聽說 也創造了基隆的繁榮 容貌 所以我們也希望未來 能夠把過去的一些繁榮帶回來 就跟都市再生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再創基隆的都市再生 據瞭解方定安秘書長 是前台北市都發局副局長 曾參與多個公辦都更案 是非常專業的都更推手 未來將負責改造基隆市的都市面貌 一個都市發展的一個成功要素 就我過去來看 我覺得先從產業著手 第二件事情基隆很重要的是交通 所以最近也在談捷運 產業交通如果都能夠很確定做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周邊的人口 甚至包括都更 就會有一些很明確的方向 該怎麼樣來因應 那當然就現階段來講 都市更新都市再生 都是基隆市政府本來就在推動的 我們只是要希望能夠再加上 產業的力量跟交通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布線 來整個體檢未來基隆的一個都市發展 所以我們是從一個整體的戰略層面 來看未來的基隆發展 而不是只是從單點的 某一點的都市更新 來看基隆的發展 我們希望未來 在各個層面之上 我們都能夠有一些更進一步的策略 如果產業做好生活技能 包括社會的教育的 這個都是我們要去推展的 所以市長現在在推展親子樂園 這也是我們在現階段已經積極在布設 也在開始在動作 所以相關的一些生活品質的提升 以及相關的一些公益設施的一些布設 在長遠 這就是短期我們就會去做 所以我們會從一個長遠的觀點 來看基隆的都市發展 但是短期必須立即改善的 一些生活品質的提升 公益設施的導入等等 開放空間的一些提供 這個都是現階段 我們就積極在努力的 秘書長也相當看好基隆未來的都更工作 相信循序漸進逐步推動 基隆的嶄新風貌可以樂觀預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